在这里第九题的话它说 在某个地方的海岸边 那个海岸边的话呢有永生现象 那问你说具有永生现象的岸边 跟没有永生现象没有永生流的海域做比较 那有哪一些的差异性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左半边五花堆这张图 这张图的话我把它放大 左半边的话呢是路地 所以我这里有写一个路 然后右半边的话呢是大海 所以我故意这里呢用了不同的蓝色的线条来告诉你 左半边是路右半边是海 然后它给你的条件是具有永生现象 所以也就是从大海来的海水 基本上叫做低温 温度比较低比较小 另外一个叫做比较高的营养岩 好所以具有永生现象的地方通常说是好的渔场 来那些踢小这件事情呢对比较底部的往上涌生 所以我这里写了 用橘色的笔写了这里是温度是比较小的 好踢小 那意思也就是说如果就白天 好是我这里画了一个太阳光光 因为题目有问海风陆风 海风记得海风陆风一样第一个字代表风的来象 好因为它的A选项有讲的 好白天的话呢 从海面上吹向陆地的海风比较强或者比较弱 要你去做一个判断 风从海面上来 好所以讲海风 如果风从陆地往海的方向吹就是陆风 好那现今呢我就按照它的A选项是我这里才画了太阳光光 代表白天 那白天的话呢我们陆地野霸大海野霸基本上应该都是真温 只是真温的幅度大或小 那我这里写了一个S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 陆地的比勒比较小 大海的比勒呢 我这里写一个S比较大 好所以呢由比勒大小来控制这一切 比勒比较大的真温降温比较慢 那原本呢大海代白天真温就没有那么快 好所以我这里写了他T 温度的变化量是比较小 再加上这里具有永生现象 所以显得呢我们的大海这里的温度是明显的比较低 除了因为比勒这件事情的温度低 再加上呢这里的话呢 具有永生现象所以温度就更低 因为他听过要的是 有永生现象的地方跟没有永生现象的地方 做比较 那海岸边白天一定是我们的大海的温度比较低 只是只有永生现象又有海底来的时候 温度就更低了 顺义识也就说 在大海的温度比较低 在陆地呢他的比勒小 所以温度增加的量大 照射最后的结果温度也比较大 两边的温差越大 高低气压的气压差就越大 风就越强 所以呢原本呢可能一般叫做一点点的海风 结果现在温差越大 叫做很大点的海风 所以意思也就说 据游永生现象的地方白天的海风会更大 另外一个他有问到的叫做 雾 雾的话你记得叫做呢 岸边有雾 或者中午过后有雾都很正常 因为在山上呢叫做午后呢降温 在呢我们大海呢有足够的水汽供应 而且呢现在温度也比较低 大冷度会比较多 所以呢回到题目本身吧 题目本身告诉你 A选项 白天的话呢 有海往度地吹的海风会比较强 OK 好因为温差更大了 B选项 海面上呢比平常的海岸边更低温 水大家都有 只是它的温度更低 更容易达到拔河 拔河达到路点 就是有雾满满了 哦所以呢更容易有雾也是合理的 吸尘项 表层海水的密度比较低 记得它的水从哪里来 底部来 底部来等于具有营养也原本在生的地方 所以应该由底部向上涌生造就表面的水 它的密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里原本的解析写了 永生流带来底部的水 底部的水呢是比较低温 而且呢具有营养颜 所以颜度会比较多 那么呢密度呢原本它是属于海底的水 所以密度当年会是比较大的 所以由永生现象的海岸边 它的表层的海水的密度 当然会向上升变大 所以西才会说不好 来我们再看猪 猪 表层的海水的温度会下降 很合理呀 因为是离不来的水 所以最主要这一体如果不行的话 应该是A型下不行 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海风 什么是陆风 那温差越大 西要差越大 风速就会变得比较强